电照车服务这几年来越来越普及了 早前政府已经亮绿灯 要把电照服务扩大 允许摩托骑士载客 虽然当时有部分人对于这项建议存有疑虑 但是为了提高国内公共交通的涵盖范围 以及提高公共交通最后一旅路的衔接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在国会宣布 政府将从明年1月开始 允许电照摩托上路进行试验计划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在国会问答缓解释宣布 政府统议从2020年1月开始 允许电照摩托服务在巴胜谷地区 展开6个月的试验计划 随后陆兆福也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 除了要求启示遵守现有的电照车服务条例和交通规则 那这一项计划也将会开放给任何公司参与 我们将将这一项目标准给某个社会 托验托验托验 另外基于乘客的安全 陆兆福强调 所有有意参与试验计划的电照摩托业者 必须要遵守特定的条例 包括骑士必须要年满18岁或以上 拥有合格的驾照 必须穿上硬有标志的制服 哪一次只能在一名年龄不少于18岁的乘客等等 而政府会先进行这项试验计划 看看效果如何 之后才会拟定电照摩托的相关法令和导规 最新的殆ど